我叫韦斯基 1989年出生 在贵州山都水族自治县 现任陆军第74集团军 某特战旅副小队长 当你出生在 贵州山的山村时 最怕的便是 对命运的绝望 从小我就盼着 走出大山 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幸运的是 我得到了机会 特战兵成了我梦想的起点 可现实却给我 当投奔科 泉水 炸药 射击 塑匠 一个个科目 像是南路蒙福 让我疲于应付 心中暗暗死守 投个揽罢 为人会知道 可太阳升级 军号响起时 我又满血复活 突入到了训练 我想 这就是 冰的样子 在西伯利亚 我是权力中 身高最矮的队员 却 斩获 五向第一 当五星红旗 在一国太乡 的土地上 咯咯飘扬 我失去万千 感谢那段 拼搏的日子 让我成为一名 真正的特种民 愿以微博的力量 打造属于自己的 新世界 我叫韦斯基 刚才 我接到上级任务 命 我晓得 开讯证 书生订阅 按照 A1 A2的晓得 A1负责前方警戒 及开闭道路 A2负责 后方警戒 这次急行军 分为两个小组行进 预定在终点前 五公里出击合 傅晓队长 韦斯基率队 执行这次任务 接近 好 下面 我们开始 这个组织 背囊的乘车 按照我们的站的标准 25公斤以上 每个人的专业手 不一样 重量不一样 下面开始 韦斯基 到 放背囊 52斤 下一位 56斤 下一位 韦斯基 今年已经服役了十年 战友们都叫他八哥 因为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 我家来自贵州 然后就在山沟里面 然后小时候家里面条件比较差 然后家里面就几亩地 然后家里面兄弟姐妹比较多 十口人 然后每年的种植稻子 基本上都不够每年的吃 然后几个节 也是还有哥 没有条件上学 然后我就想 嗯 长大了 来部队 然后改变自己 威斯基 读小学时 每天都要早起帮家里干一些农活 然后再步行一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 这也让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 负重25公斤 行进30公里 这是训练大纲的要求 可对于特展分队来说 30公里仅仅是入门 60公里才是他们的标准 威斯基各自矮精瘦 走路速度奇快 给人的感觉是永不疲倦 这也是战士们佩服他的理由 我们班长今年他30岁 他比我们小队的整体 所有人都大平均大9岁 但是我们从60公里 走到40公里的时候 小队的人就是体能 就不是已经快到一个极点的时候 但是班长他还像打机械一样 这时候我班长他就会 用他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 然后带动我们所有人 上上上 就在这时一条宽约5米的河流 挡在了战士们的面前 根据地图显示 绕行需要浪费太多时间 选择绕路的话 可能会越早越远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使用定向爆破 炸出大桥 可以省15到20分钟时间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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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作方法 通过刚才的计算 然后结果的就是使用的 要量是240克 树的导向是往左边 然后我们把要量 240克 把200克放在右边 然后把40克放在左边 这样错了 对于使用炸药 威士忌并不陌生 可他还是十分仔细 因为第一次制作炸药 他就闯下了大祸 还差点把自己炸伤 毕竟自己的文化 也是比较低 办法说那你还是安心 当个驾驶员 在边缘自己也有驾驶经验 然后把专业驾驶看好 然后大后面 我也是因为自己的 信息二号 可维师忌十分羡慕爆破手 他几次找到班长 表达自己的意愿 最终班长与他约定 假如能够通过比试 便可以教他 定向爆破 每次都带着个小笔 小笔记本 然后做这些方面 靠着只能记 多写 多记 便要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较低 然后这些方面不可能是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要靠着服务出很多 然后平时多擦 多擦几遍基本上这河流 印象就比较深刻 我们平时训练强度比较大 但是他这个利用每一点间隙 或者这个别人休息的时候 他不休息 把他那个笔一本拿出来 对于他不懂的地方 他就往往坐那里 翻一遍又一遍 去吃透理解 有时候他不好意思去问我们 然后他往往是 自己在那里慢慢地去看 可炸药毕竟是危险品 维士忌第一次尝试制作炸药 就发生了意外 我之前也是做过实验 然后自己就拿着那些火药 去试 去试验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就感觉不对劲 就爆炸了 幸好放的药量比较很小 维士忌的执着和认真 班长都看在眼里 可想成为合格的爆破手 维士忌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名爆破手 首先第一关要经过心理关 毕竟理论和实验完全不一样 体验不到实验中爆炸的那种恐惧 步行40公里后 维士忌利用制作炸药的间隙 命令队伍原地休息 他决定玩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击鼓传雷 这个游戏就是老班长交给维士忌的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时 由于虚拟素质不过关 他还差点把自己炸伤 传递的时候 就自己就紧张 差点不敢扔 不敢往前传 然后怕一传 然后失误了 透过我不开设想 然后当时在我手里很紧张很抖 然后班长看见我这种状态 然后他就把我手上的栽宝 从敞过去敞过去一扔就爆了 当时特别危险 害怕和委屈让维士忌掉泪了 就在他以为班长会批评他时 没有想到传雷的鼓声又一次响起来 我们班长在里面也很久了 然后他基本上什么科目都掌握 他说作为特种病 不可能只能转一项 是不是 经常上所有科目都要精准 然后需要费 才达到合格 在班长的鼓励下 维士忌克服了心理障碍 最终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 宝破手专业证书 玉山开路 玉水架桥 对于维士忌来说 特种病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 仅仅用了七个小时 维士忌他们就完成了六十公里的畸形菌 无所畏惧正是特种病的标签 维士忌知道更大的舞台就在前方 迎接他的挑战也会越来越难 飞刀是我们特种兵 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一旦在实战过程中 枪支不能使用的情况下 那么飞刀将成为 我们的救命的冷兵器 维士忌的外号巴哥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它拥有八把飞刀 之前我是参加那个联讯 然后一个搭档 然后他就把这把刀送给我 然后每天训练的话 我就基本上练练肥刀 这把乌黑的钢刀是维士忌的宝贝 说起他的来历 他要从2017年举行的 俄罗斯国际侦察兼比武开始 当时报名的时候 我就以我的优势 之前我是转车车驾驶员 还有那个爆破 我这些方面不要专 然后所以我以两个方面的这个优势 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家里面父母 对我期望也很高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在部队 能有成差的一面 可让维士忌没有想到的是 在一次训练中 为了追求更快的速度 他驾驶车辆穿越障碍时 发生了意外 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分训 有一天晚上 我们训练完之后 要进行这个总结 等他很久没有回来 然后才知道 他这个腰部受伤 在训练过程中 然后我们出了四个人 从一层队把他抬回来 当时他这个面部表情 还是非常痛苦的 1 2 3 4 5 2 1 2 3 4 1 2 2 3 4 此时考核已迫在眉睫 受伤的维士忌被列入了淘汰名单中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维士忌提出了一个要求 当时身体完全服服不了重了 然后训练强度那么大 然后基本上少一天 一两天 基本上都不会跟不上节奏 然后我选择了 就是服服重了 每天还是跟训 毕竟不训就没机会 训可能还有机会 这次比武的侦察兵小鹿 共有22个科目 需要10名队员完成 每名队员只负责 其中的2到3个科目 一个班是10个人 已经定位定岗 在通过这个建门小鹿的时候 每个人的跑位都不一样 他又是非常想参加训练 不愿意被淘汰 所以说他在旁边进行跟训 把10个人的 每个人的跑位 都琢磨得很透 就是说无论是换到哪一个位置 都可以跑到位 威士忌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替补 仔细地练习着每一个障碍 三个月后 威士忌的腰伤慢慢地恢复了 更为高兴的是 他终于听到了 梦寐以求的消息 在后期的时候 宣布真实队员 一听到念他自己名字的时候 特别激动 然后心里面在想 同时高兴 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2017年8月1日 国际侦察尖兵比武 在俄罗斯开赛 比武的第一个科目 15公里急行军 就给了威士忌一个下马威 因为沿途有灌木 和沼泽 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就要一步一步地开辟道路 然后方便后面队员通过 一脚下去 就到膝盖的位置 然后基本上一拉回来 就体能消耗得很大 基本上在沼泽地里面 走10分钟 就相当在陆地上 都三四公里 短短15公里 威士忌他们竟用了整整三个小时 可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第二项内容便是尖兵小路中的翻阅高墙 让威士忌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比武中的高墙 比平时训练的高度多出了20厘米 在前面时我们都是两两配队 直到他以后是单个人 因为他是最后一名 自己通过 对他来说难度很高 三高不到一米七 高墙2米2 这是最大的难处 此时威士忌的体能已经接近极限 他第一次尝试翻阅 就重重地掉了下来 更让他心中一惊的是 腰伤突然发作了 第一次失败的时候 心里面很乱 也很急 万一上不去的话怎么办 然后会影响一个团队 甚至没分 所以当时自己心里面 也很有压力 然后在想我一定放过去 无论如何一定要冲 此时所有的战友 都在注视着威士忌 假如他完成不了这个科目 意味着中国队将没有击分 当时我往回走五米的时候 然后我利用全力冲上去 当时就 左手就三个手指 勾在墙上 然后我就用全身的力往上拉 然后一翻过去的时候 然后旁边的人 然后有国外的人都鼓掌了 以我这个身高的优势 他说中国人那么旺 可以的 队员们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闯过了前两关 来到了精准投掷环境 这也是威士忌的强项 当时的那种氛围 就教练堵在旁边 就像那个世界杯 罚点球一样 罚进一个之后 大家都很兴奋 最终 维士忌忍着腰痛 稳定发挥 四投四中 获得了满分 中国队也荣获了 这个科目的第一名 维士忌的精湛绝技 让俄罗斯的一名军官折服 比武结束后 他送给了维士忌 这把俄罗斯飞刀 入五十年 维士忌从矛头小子 变成了为国真光的 军中铁汉 可没有变的 还是每个月 给父母汇钱的习惯 维士忌的生活非常仔细 一双袜子 缝缝补补补很多次 一件迷彩服 洗得发白 还舍不得扔掉 对于他来说 每一分钱都无比珍贵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搞训练挺辛苦的 我跟战友 特别喜欢买点小零食 还有饮料喝一喝 我搬着他 他也不吃也不买 还经常跟我说 不要我们买 吃了对身体不好 还浪费钱 维士忌的节俭 现在班里尽人皆知 这不仅没让大家反感 反而让他们十分敬佩 我们班有一个战友 家里面出现了一点意外 我们班就一起主动筹钱捐给他 考虑到维士忌家里面情况 后来我给他说 你就不用捐了 没想到私底下 他主动捐的比我们还要多 从我对他了解来说 他确实是一个对自己比较抠 对战友比较慷慨的一个人 维士忌仔细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 让全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而在军营里 维士忌认真对待每一个科目 努力打拼 因为他的青春在这里 他的梦想也在这里 谢谢在于观察 成功在于积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